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随便聊几句 刚刚我是在刷一部剧 叫编水往事 讲的就是在金山脚那边 一个普通人 也不能说是普通人吧 是捞片门的 然后里边有这么一个片段 是什么呢 是在金山脚地区 有些那些什么慈善组织 跑到当地去做慈善 然后呢 就是巧克力和粉笔灰之间的矛盾 巧克力是什么 巧克力代表着美好的事物 代表着甜 代表着好的记忆 好的事物是巧克力 你给孩子发巧克力 他就能好好的听课上课 但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粉笔灰 粉笔灰映射的就是毒品 因为金山脚那边有很多毒贩 有地方民地武装 是吧 然后呢 我就想了 这个世界 这么的虚伪 虚伪 里边呢 其中一个人就是跟一个老外说嘛 金山脚这边地区 这个毒品是哪来的 不都是你们带来的吗 现在你们来做慈善 你们能改变什么 你们什么也都改变不了 你说现在联合国下边这么多组织 咱们就从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微观的层面 我在那个电视剧里面一个微观的层面 去反推这个世界啊 你说 那个老外 去支教 去做慈善 背后有什么什么慈善组织的什么什么什么分布啊 网上催到顶 是什么呀 是联合国组织 联合国组织是什么呀 他是一个王八蛋组织 我跟你讲 简单描述一句说的 人能够听懂的话 联合国他就是一个王八蛋组织 下面还有什么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什么这个组织 还有什么国际什么红十字会组织 扩展一聊 这话就就就就滔滔不绝了 啊 你说什么联合国啊 什么教科文组织啊 你说什么支教啊 嗯 这么些年 这么多志愿者 你不光说是跑到什么东南亚 什么金山鸟 还是中东地区 非洲地区 南美地区 做慈善 做支教 改变了什么 有多少人真正得到好的教育了 啊 或者说你就算是给他们传输知识了 给那些孩子们传输知识了 这些知识又真正的是 他们需要的吗 啊 剧中人家说那个谁 郭庆林说了 这里的首要任务不是什么传播知识 而是生存 生存是第一要务 任何事物都不得跟生存 就是说 像就是就是 油线级别是最高的 啊 比方说我这边 我的孩子我也不想让他暑假看iPad呀 我也想 开车 带他欧洲自驾游 黄游事件呀 我也想 但是你得有钱呢 你得有这么多钱去支撑孩子去环游世界呀 啊 那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生存 啊 在金山鸟地区啊 中东地区 非洲地区 生存是第一要务 啊 那你去 像那些老外 我现在我还没看完 那部剧我还没看完呢 我到最后他肯定是失败首堂 肯定是退出去 啊 你教孩子知识又是什么 又是真正的知识吗 啊 人们是为了你小巧克力才来上课 你这不是在教学 这是在训狗 你给孩子发巧克力 他们过来上课 你没巧克力 他们就不来上课了 这就是现实啊 然后再说其他的环节啊 就是呃 再看其他一些事物啊 在这边 在前年的时候啊 巴塞罗纳大学啊 那地铁站就 我跟你别的谁站的一站啊 我看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 七八个志愿者啊 围成一圈 然后底下呢 是七八个轮椅 这七八个轮椅坐的人呢 是都是贪的 有唐摄斯通风症还是什么什么 就是贪瘓的 都动不了的 那是冬天的啊 冬天的一些患者啊 羽绒服裹的原因是是 贪在那里面 呃 然后呢 作为一圈职业 一圈的这个志愿者啊 扯了一个非常旁 非常大的一面棋 叫那个LGBT的 呃 那个彩虹棋嘛 啊 七八个人啊 然后扯了一面棋 然后往里面呢 扔那个球 把球弹起来 弹起来 弹起来 让他自我感动 让他自我秀优越 然后底下那些什么 瘫痪的人 没有表情继续在那儿弹着 我看了之后 我就一句总结 像这种慈善 没有任何意义 不创造任何价值 然而他们还在消耗 纳税人的钱 对 扯了这半天啊 从这个金山鸟子之教 扯到巴塞罗纳的LGBT 扯到巴塞罗纳的是什么 彩虹棋 总结一句就是 你看这些全世界庞大的这些慈善组织啊 他们很多都解决不了问题 他们都在消耗全世界的资源啊 还有什么什么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啊 国际红十字会组织 要解决什么医疗问题啊 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医疗问题 他解决了吗 他没有啊 看病的成本反而更高了 医疗他成为一个世界上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链了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啊 好药不是好商品 知道吗 我这么多年 我在西班牙 我去这个买药啊 除了感冒发烧这种常规的 其实也没用 感冒发烧感觉也没用 就是医疗教育慈善 打着这些造福人类啊 这些联合国在这种这各种组织啊 其实都是一个无效的庞大的 浪费纳税人钱的组织啊 但是他还必须得存在 为什么必须得存在呢 这是要找纳税人征税的理由之一啊 思维开会一点啊 今天讲的可能比较洒 大家可能听了半天 老黑一天想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那就当闲聊呗啊 这个思维的跳跃再大一点 在中国 中国的北洋时期 当时是1900年左右吧 就是晚清政府过渡到中华民国 那时候是袁世凯操刀的 他是怎么平稳过渡的呢 就是说一边成立新型的政府体系 什么自来水厂了 什么警察局了 油局了 什么新的教育体系了 这是一个新的行政体系 是袁世凯建立起来的 同时呢 那又晚清的衙门 什么学堂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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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坏了 是吧 这里的 还有其他一些也晚清旧式的 所谓的古代的那些行政体系 也保留 为什么要保留呢 袁世凯给出的答案是 人家得吃饭呢 是吧 即使不用的话 你得先养着这些衙门 他们不造反 等这个新式的这些政府体系 能够完全取代政府体系的时候 有一个落地的平缓的过渡期 这是什么呀 这是说的一个衙门 我也经常拿这个衙门这个词啊 来去举例子 衙门是干嘛 衙门就是吃干饭的 就是不创造社会价值的 什么是衙门 往小说 刚刚我看那个边水往事里面来支教的 在这个金三角的腹地 成立一个小学 这就是一个衙门 你说他花钱吗 他也花钱 上面也拨款 但是他做的事情有意义吗 没意义 消耗一个人的人生 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这是一个小衙门 你往上了说 什么这个组织 那个组织 教科文组织 慈善组织 这个十字会 什么救助组织 往大了说 整个联合国 这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小衙门 然后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大的衙门 这个大的衙门还必须得存在 这个大的衙门 提供了非常多的 闲职吃饭的工作岗位 但是呢 他还得把自己描述成一个高大上的 为了世界 明天更美好 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 人们傻乎乎的相信 傻乎乎的交税 那可不是吗 联合国每年得从美国那边拿多少钱 每年得从欧洲这边拿多少钱 到最后他们创造出多少价值 他们解决多少问题 解决不了 里面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刚刚我还发了个推特 那个支教的那个老师 要去总部报道 然后呢 就直接就跟那个剧中的郭庆林说 如果你开车送我会比较快吧 然后郭庆林就直接说 你为什么不让总部派车来接你 那个老外来了一句 我不想预约 预约太慢了 我一听到这个预约这个词 马上就戳到我的痛点了 我马上就暂停电视剧 我开始去做这期 先发了一个推 然后呢 再做这期节目啊 我说了 我以前我最讨厌的一个词呢 叫告密 我认为告密是 非常脏的一个词 然后到现在呢 生活几年之后 我最讨厌的一个词叫预约 以至于我一听到预约这个词 我下意识地我就想预约 预约你妈逼呀 下意识我就问了 你说什么守规律排队等待 一件小事拆成十件事 一件小事 在其他的一些效率高的这些行政国家 他一天就能解决 但是呢 在西班牙一件小事 他可以可以拆成十个步骤 然后你各种预约排队等待啊 等等一年你才能办完 所以说我现在我一听到预约这个词 我下意识就是一个预约预约你妈咪 为什么一件小事还要拆成十件事来办呢 这也是衙门 就跟那个袁世凯时期 那个衙门是一样的 就是说 得养人呢 得养人啊 不养人的话这个政府我怎么可以找里有理由找纳税人征税呢 是吧 那这个政府这个衙门他们怎么样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呢 哎我要是你来你过来之后你一件事我一分钟给你办完了这体验不出来我的价值啊怎么办 这是很难办 这件事啊 你得这样这样这样想拆成十个步骤 你去预约 你去排队 等待 你来这边之后啊 预约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每次我都是像做猫都一样的 这个肩膀响了一会 然后呢 答应个证明啊 第一步完成了 然后你再去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步骤很简单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行政的工作人员 他们觉得我在创造价值 我在工作 你看我为这个员工 我为这个纳税人 他这件事情的 第二步或者说是第三步 我在某年某月某日 我给他出了一份证明 这是我工作的价值 我每天我工作个处理个四五件 这种事情 我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我每天我乐呵呵的 我早上洗脸刷牙 打扮得体 然后去上班去创造价值 然后回来一天 哎呀家里人还说 哎呀老公你工作辛苦了 来来来尝尝我给你做的包咖地 是吧 然而这个公职人员 他创造的价值就这么一年 但是呢 这个行政体系还要养这么多人 不养这么多人 怎么可以去找大学人征税呢 我还是从一个 这个本质逻辑 去思考问题 就是说他合不合逻辑 能不能解决问题 说的比较散 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是说的比较散 想到哪 说到哪 好吧 至于更多的细节啊 你们可以在留言区补充 挂一漏万 先说到这里 这期节目呢 我们下期节目呢 我们下期节目呢 感谢观看